画面现场是信义区公所 台北市信义林姓宗亲会理事长林明仁 攜手各企业团体 今年共捐助超过30万元的营养午餐费 帮助信义区 中正区与大安区的弱势国小学童 希望孩子们能获得充分营养 安心求学 这个有一个因缘 因为我父亲 我们是宜兰头层的人 父亲小学的时候功夫很好 但是因为要升学 考上初中 但是因为家庭的环境的影响 所以没有办法积极升学 造成我父亲的重生一个很大的遗憾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发现 只要我能力够 我一定尽力让小学生 尤其小学生 让他有一个温饱 让他正常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成长 这也是百年大忌 这是一个发愿 起心发愿的一个原动力 做了以后我发觉 台湾处处有温暖 台湾最美的 除了风景以外 最美的就是人心 人的心 在善良的心发愿 你看国外的有疫情 我们做各方面的一个公益 不漏人后 当然在台湾处于我们的力量也有限 但是我们是永续地在做 我们认为说学生 尤其贫困学统不能有一餐没有一餐 所以在台北市我们是从106年4月27日跟从油区长的支持之下 我们开始在台北市心律区所有的小学开始做 然后拓展到中正区大安区 本来万华区跟松山区也谈好了 但我们发觉台湾还是最美的 还是人 因为在万华区据说是天后宫 来桃砖银以来承接 松山区是持幼宫 所以这两个公庙都是非常好的 也是天后宫是拜马嘴 也是我们灵性的祖孤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情形 当然台北市有12区 我们还有7个区还没做到 我们会尽量去做 我们结合社会的企业 有多少能力做多少能力 你看到今天的场地 我们没有一个很豪华的背景 但是这里住宿有温暖 尤其在游区长的带领下 配合中正区林区长 大安区林区长 三位区长的支持下 整个气氛充满了温暖幸福 这是一个台湾最美的地方 灵性中心会在近几年来 一直支持我们信义区各国小的营养午餐 那它的对象是有关于竞贫的血统 因为如果它是低收或中低收 本来在这个午餐的部分 就是政府会免费 可是我们还是在社区里面看到 一些孩子可能临时因为病故的关系 没有办法申请这个低收的补助 那所以呢 理事长特别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午餐的费用 那这个部分其实理事长有一直跟我们讲 他没有上线 只要孩子有需要 那这些这个孩子的这个午餐的部分 他就可以全部的去做支持 所以在去年的疫情期间 其实在经费上面呢 有暴增到五六十万 但是呢 这个理事长其实也是全部的做补助 而且在这个社区的这个支援的这个系统里面呢 他也不断的引进了相关的这个支持系统 包括这个各式的福伦社 然后还有非洲经贸协会 那还有一些日本福伦社等等 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理事长可以这样子的支持 我们新一区各个学校的竞品的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营养午餐 那也希望呢 让这些孩子能够在充分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能够正常开心的学习 今天除了说我们台北市信义林姓中青会以外呢 我们有中华民国工商建设研究会总会 中华民国工商建设研究会北区联谊会 我们有中华天使儿童生协会 我们台湾伊朗经贸协会 台湾非洲经贸协会 日本全是World的诸事会 都跨海过来一起来赞助 玉玺光电科技 还有一个是我的好朋友 是徐伟中的一个公司 一起来参与共享生 总共有十个单位 好 三位区长 还有我们临时中金会总会长 还有我们共享建议会的会长 以及我们现场共同来参与我们这一次 整个关心我们信义区 大安区和中正区 三个校园 孩子营养午餐的各位的贵宾 还有各位校长 各位的伙伴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非常荣幸 能够参加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刚才我一到县长 那个总会长说 议员你去年有来 我说只要我知道我一定会过来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真的非常非常有意义 那么再次的 我是信义区跟松山区的这个民意代表议员 我再次的代表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校园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这两年疫情肆虐 许多行业都受到冲击 但台北市信义灵性宗亲会与企业团体 却仍持续发挥爱心 捐款帮助学童 疫情下的温暖令人感动 因为其实疫情期间 每个公司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 那当然孩子们受到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巨大 那因此呢 在这两年疫情的时候 我特别有请问董事长说 那这样子的一个支持计划 要不要做一些调整 那理事长是说 他们会努力的去赚钱来支持这些孩子 所以其实听了也非常的感动 那也谢谢理事长跟他的朋友们 可以努力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善举 那也希望呢 孩子们在学校的部分都能够专心的学习 在充分的营养支持之下呢 能够开心的成长 台北市新一林姓宗庆会理事长黎明然说 大家抛砖引玉 他也将持续号召更多企业团体一起来做公益 未来目标希望能帮助到全台北市12区的弱势学童 让孩子在学习的路上安心快乐的成长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他们在学习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